梦中的那片海 有一次在梦中的那片海片场的肖战一抬头,恰巧对上了代拍的镜头,就算他平时性格再友善,面对代拍们肆无忌惮的骚扰也会有情绪,肖战为了保护角色造型,让代拍无内容可拍,连续九天穿同款衣服上下班,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,全身不露一丝一毫,即便肖战不畏酷暑,身上的衣服密不透风,但依旧难挡代拍的热情,一群人每天准时准点,在肖战下榻酒店打卡, 肖战倒也自得其乐,耳机插在耳朵里,夺步从门里走出来,对熙熙攘攘的人群一点也不介意,毕竟这样的装扮和剪影无异,他们想拍就拍吧,肖战在拍摄陈情令,玉谷摇时,充电风扇是他的必备用品,肖战身边的助理穿着黑色的T恤,下身是一条三分花色短裤,他和肖战站在一起,两人一个夏天一个冬天, 同框画面让粉丝都心生怜悯之情,好在梦中的那片海是一部年代剧,肖战不需要像拍玉谷摇那样,穿里三层外三层的戏服,肖战能连续九天穿成一个模样,多少能看出他内心的执拗和坚持,对此,就有粉丝提议,为什么不请一位替身呢? 每天穿肖战的衣服上下班,从而帮肖战引开待拍,也省得被武兽委屈了,梦中的那片海,辗转时差海,海南,横店等多地实景拍摄,是肖战出道以来的主演的首部年代剧,相必他本人也是很期待这部剧,所以,才会不希望被待拍打扰到,作为粉丝,你对肖战连续九天穿同一套衣服有哪些看法呢?欢迎留言讨论